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8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为了要了解一花东三县市第一座的宠物公园 花莲先议会建设小组召集人黄鑫 以及多位的先议员是同时听取建设出的简报 议员们也在当中提出多项建言 未来启用之后陆续做好更完善规划 让宠物公园能够更加友善 花莲先议会建设小组召集人黄鑫 二召黄铃男,先议员张美慧,提布时依赖,赞宝秀,令人妇 8号则是来到宠物运动公园 建设处也进行简报说明十周的内容 预计在11月正式启用 经过说明之后,召集人黄鑫 先议员张美慧也提出多项建言 那在这边我们也很高兴 县政府能够建制这样合办,建制这样的公园 我们也希望将来有其他可以来做公共设施的部分 或者是这边的游戏场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北的主要的戏盘 都建制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包括公共设施、篮球场、排球场、球类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很多设施 包括还有做一个小港口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没有水 那大水来的时候,河川当然就是安全性要先考量到 所以在这个区块除了安全之外 还可以平常做一个休闲的活动 包括提顶都可以啊 那很欢迎各位乡亲,我们多多的利用 那县政府做的公共工程就是要给大家使用 那建设小组来这边考察 希望将来有机会除了这个区块 它整个面积差不多有四千平方公尺 大部分有差不多三分多地 三分多地围起来这个部分 那将来有需要可以的话有空间 我们也希望县政府能够继续来推动 我们跟建设小组会来做相关的一个关系 花莲县宠物运动公园 这是东台湾第一座的这个宠物的专属的运动园区 那所有的市主都非常期待 希望能够尽早尽快的能够验收完成开放启用 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那今天建设小组来到现场 我们来考察 那当然也谢谢建设处 谢谢县府 愿意考量到市主的心声 也开始完成这个宠物运动公园的兴建 那但是因为还没有验收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个市主提的一些意见 包括可能在小型犬跟大型犬的这个分区 以九公斤为界 那很多的九公斤的犬只其实是蛮小只的 应该是要归在小型犬的这个分区内 所以就是在这个公斤数的这个分类上 大小犬的这个分区可能要再多考量 另外就是在这个小型犬区域的这个范围 可能有市主觉得面积应该要再大一点点 那这个部分也要请建设处这边再去考量 那还有在这个园区里面小狮子比较多 可能还是要继续减食 最后就是提到就是说 围管机制 县府应该要赶快的拟出来 那后续的启用之后 维护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在园区内还有这个需要能够有遮阴的树 可以乘两的这个树木的栽植的部分 也请县府这边应该要考量进去 同时我们希望花莲县的第一座 宠物运动公园能够是花莲县各乡镇市的一个示范跟表率 后续乡镇市公所其实也可以在所辖内 找到这个适合的场域来规划这样子的一个给宠物 还有市主他们可以放心的运动游玩奔跑的一个专属的空间 那花莲县的友善动物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跟民生我想一定会是大幅的加分 东部花莲县宠物全市约4万只 毕竟在11月正式启用 宠物公园未处于美轮溪上游高摊地 批设约上百坪专区江市宜花东三仙市低座宠物公园 咱们表示对宠物友善 可为花莲带来实质的效应 向游旅行社针对毛小孩推出宠物旅游 可以带来附加观光价值 为了若是能够举办宠物加年华 让市主有一个这样友善适合的平台 让毛小孩做交流以及玩乐 记得就容易 欢迎收到